你好,这个是完全自动驾驶 直接就是写的尊敬的牛马 白领舱 这标标面吧,就一根 一根就完了 今天带大家去参观西安的云八 也是刚开通不久 给网友戏称牛马县 走高速过去,八多小时 从高新开始 昨天的办的ETC生效了 我刚看 走绕城是免费的 从高新的渔化站到长安的比亚迪那边 这个应该就是西安云八 云八的线路 这边有个站,往上到了 现在在高新区 云八区别于地铁 它都是走地上的 然后区别于轻轨 它都特别小 真的像一个小巴士 那么大小的车厢 那这个我们去重庆做人家轻轨 不一样 那个数据地铁吧 一会上一会下的 这个50人一百人 那没有地铁一节车厢的 那没有地铁一节的 这个是西朝站 这条线呢 主要就是经过一些华为工厂软件员 所以被 戏称为牛马线 都是一些 大家上班啊 集中地 这个还和地铁的马不一样 不属于地铁吗 好了开通了走了 但是很简单 也是扫一下就行 扫这儿 我的大街啊 这个就是相比地铁的话 就简约很多 而且比较短一些 总长可能50米 咱往往那边 长岸那边吧 这边鱼花这就剩一站了 嗯 看一共也就是15站20站了不起了 十几公里板的 这还路过华为的 有华为软件人 还有 比亚迪工厂 比亚迪那边 比亚迪就西朝那边 嗯 过来了 过来了 过来 现在是中午来坐的 还是比较少一些 是 也是这附近上班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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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前面就没司机前面刚两个乘客 咱一会也直接来 总长20米差不多 就像一个小的巴士 是 是 是 前面只是有一个列车员 但是不是驾驶的 完全无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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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坐到副驾上体验一下 前面的视频 小贾现在在前面站 就是 不要晃不稳 这个是荒荒的地方 荒的地方好 比地铁晃多了确实 小慢有点晕 这个确实比地铁晃一些是吧 让我坐前面 人还是比较少的 请注意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空隙 完全自动减速 乘车 开门 这个美女士一点也都没有操作 整核高系馆站到了 下车的选客 请携带好您的行李物体下车 下车是 紧注意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空隙 但我看到 到站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收拾 但没有操作任何东西 你好 这个是完全自动驾驶 哦 云霸 太厉害了 完全自动 这个是中阮国际 当时我们毕业的时候 好多同学都在这上班 但就是一个外包公司 上了一半年一年就都死之了 就那种外包的 那种 保证啊什么的 工作时间比较长 软件新城证 这边就是年轻人 做软件 上班的地方比较多 这站人看来是最多的 这站人看来是最多的 然后在每家一 二四公里的 在每家一块钱 这样子 这条云霸 鲜云霸 总长是 啊差不多20公里 主要穿过的就是这些 软件城啊 还有比亚迪啊 这些 劳动密集的地方 你看这 阿里巴巴 但是这都是以前那 皮包的 就是 其实就是挂了一个名而已 然后秦创元 秦创元 当时在纽约的那个时代广场 还打过广告 好了 现在我们到软件新城站 三站 西安云霸 走 往那边走吧 那边有 软件新城的美驰城 共享单车 密集的地方 就是大家上班聚集的地方 这边就是中展国际 中午12点 很多 外面白摊的人也挺多的 这就是白领打工人的生活 有的人也坐到外面吃 都是白领的 好多人我看 那坐到外面 长椅上再吃饭 看了房 办公室吃吗 原来有的 有的比较密集一点 不能在办公室吃 有的是有这个条件 这边主要就是 摆地摊 对 那应该也有食堂吧 是不是吃的吧 嗯 这桌面 本周五价 能不能跟着你吃 基本上就十块钱 什么都什么吃的都有 这就是 现代牛马人的打工生活 哦 人家这是 县城的 坐一坐 两天 两天两天 准备还挺多的 感觉也很丰盛 大部分都是直接打包好的 炒面 嗯 再往前前面还有好几个区域 这边有点没法 包装还挺精致的 用了一次性饭盒 环浦那边有 有有就饭馆 他那个盒饭 不是因为有塑料 因为这儿毕竟都是年轻人 大家肯定稍微就是肯定 要上点档次迎合大家 就是不要用塑料袋啊啥的 这都是高输入人权 这边 西岸的高输入人权 高级百能 高级百能 对对对 你光看这旁边这摩托车停了多少 自行车停了多少 这边应该就是 白领的 食堂区 原济肉夹馍 哇人已经爆满 必胜克肯德基 美食广场 白领餐 嗯 还有自助 白领的美食广场 这边又是好一些 年轻人自己收 餐具 哦自助 自助自助餐 挺好的呀 我觉得挺不错 油坡面 我这自助餐种类也很多 我这尺子还挺多的 感觉很丰盛 呃 边边面 自助餐自助餐就那家 看着不错 小麦自助餐 要是我我肯定吃这个这个应该是个土豆砸土豆片 哦25啊 好嘞 好嘞谢谢 快点直接撑住 按儿花瘦 哎白米饭一定是有的 那是那这种铜米饭 够了够了 你来个糖哎呢 看一下我要了个三合一十六 而且感觉比较正宗 银银面这样扯银银 发出了声音 就叫银银银面 三合一 人家多少钱 肉烧子还有素食十六块钱 跟人家村比是不是比较贵一些啊 差不多差不多 我想这里面稍微便宜 要便宜一些 面糖那不要面糖 尝一下啊 看这个银银面咋样 不过还快了很 几分钟你的面就好了 咋样让我尝一口 味道不错 然后不是 如果吃饭的人超级煮 刚才下边吃饭 这点孔朝给我开呀 太热了 你觉得有点热了 人多 哎呀我吃个啥你都香 这银银银面嘛 就一根 一根就完了 我来点香 你吃完呢 吃完好吃 这个面还挺香的 薄薄的 嗯 筋道还软糯 嗯 哇这边土豆 筋道和软糯 是不是矛盾呢 但他这个面就是不断 然后吃到嘴里面就是也不是那么硬 感觉软软的 所以我觉得刚刚好 我就是跟学校一样吃完饭自己把餐具回收 这边是两个菜不限荤素13 三个菜15 米饭免费 刚小麦吃的那个 是比这价格更高一些 这都是最高也就10千 美食还是非常多的 这是小南门胖子竞高 这家竞高我们吃过 写字楼现在就集合美食肠 各种喝的肯德金和义 乡村鸡 啥都有 哪有个乡村鸡 吃喝都有 上边也比较方便 中午啊 有人就坐这休息 高峰期坐电梯都要排队 这直接就是写的尊敬的牛马 就是可能送餐的送餐的 今天也在百里食堂吃了个饭 什么感觉 回忆忙吧 想当初 刚毕业我还在这应聘过 我记得那时候坐了两个小时 公交车好像 我记得因为我记得我跟你一起来了 结果人家没要过 没硬性上的 但是现在看到这里 上班公司的人特别多 大家的生活就是白领人的生活就是这样 刚开始 每天也就是忙忙 咱毕业的时候软件原来没有现在这么大 人没有这么多 嗯 那时候来比较荒凉 我记得交通也没这么发达 我觉得我当时跟你好像一起来了 我都有点印象 好像咱来的早 然后中午 也在这好像吃了一个饭 等了一下 下午三点 我到现在我记得下午三点 你等人家来了才过去应聘 今天做那个云霸 嗯 就特别特别晃 尤其拐弯的时候 好 那个还比较高嘛 我有点恐高 我就把那个扶手抓了进去了 有点晕 刚好都离这产业员表现 下班的时候可能一趟一趟一趟 也就无所谓 三两天就到 这个云霸一开通嘛 它是上个月开通 八月份 嗯 然后晚上都调侃 说是高新牛马专线 这个高新 新不是新水的新 就高新生的一个地名嘛 因为先的好多白领都集中在高新 上班 可能他们是996吧 挺辛苦的 当然这一条线上 基本上都是像这些996打工的年轻人 还有软件上班时间比较长一点 刚好我们要走的时候 刚好那个大石头上 就贴了一个广告 说是各位牛马们 如果饭糖的饭吃的吃腻了 那快联系我们吧 当然这都是一个调侃 我觉得第二家饭挺实惠的 四个菜 两宿两婚 17块钱 我你刚那个20多 确实我没想到 我看了一下人多 然后想大家会会实惠一些 好了 今天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以后看视频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们去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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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